SUV由于体型较大,一般给人的印象都是操控比较笨重和迟钝 但GX7经过工程师的努力,在底盘调教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优化 通过来自荷兰PBE公司的专业底盘调教,以及长达30万公里,经历24种路况的耐久性测试 同时借助沃尔沃的技术进行优化,使GX7运动版在整车操控稳定性,乘坐舒适性上,有着媲美叫车的表现 作为参考的对比车型是瑞虎5和CS75 先来比较三车的底盘构造 前悬架三辆车均采用麦福迅式独立悬架 后悬架GX7运动版采用一型五连杆独立悬架 另外两个对手则只有四连杆独立悬挂 实际差异我们通过实际测试来比较 我们采用测试操控性能的常规项目 15米绕桩来对比GX7运动版的操控稳定性 先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开始绕桩 可以看出GX7在绕桩的过程中不仅动作流畅灵活 而且车身的侧倾并不大 驾驭的信心很强 相比之下 瑞虎5和CS75已经能观察到一定程度的侧倾幅度 并且主观的驾驶灵活性并不如GX7 将速度提升至每小时50公里 对底盘的考验就更大了 GX7运动版绕桩时车身的侧倾虽有增大 但仍有着十分不俗的可控性 并没有出现转向不足的现象 转向依旧灵活可控 轻松完成了绕桩 而瑞虎5和CS75均开始出现较大的侧倾 幅度均明显大于GX7运动版 之所以有如此优秀的表现 是因为GX7运动版配备了粗壮的副车架 稳定感也得到了加强 大幅度提升了整车的操控稳定性 瑞虎5和CS75的副车架都相对比较单薄 硬制侧倾的能力自然不足GX7运动版 GX7运动版优异的操控表现 让驾驶从此变得轻松写逸且充满乐趣 驰骋万力也能从容应对 GX7运动版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X7运动版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